戴口罩喷酒精甚至是研发疫苗 武汉肺炎爆发后 人类不断想方设法消灭它 而狡猾的病毒似乎没那么好对付 北欧冰岛卫生当局与生计公司近期发现 当地武汉肺炎病毒已至少出现40种变异 其中一位确诊者体内同时感染两种病毒株 其中一种还是变异病毒株 同时感染两只病毒呢 一般来讲病情会比较严重 所以他可能比他的同伴感染一只病毒的病会稍微严重一点 可能比较容易产生重症 那不过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啦 他同时感染两种新型冠状病毒 那这两种呢 一种可能是来自于一个地区 另外一种来自另外一个地区 刚好这些病毒都被引进到冰岛了 所以冰岛的居民呢 就有机会同时曝露到两只病毒 同时被感染 其实冰岛发现四群病毒 有三群是来自于欧洲其他国家 包括英国 意大利 有一群病毒是冰岛本身演化出来的 所以代表这些病毒可能进冰岛一段时间了 那已经开始在本地演化出一群冰岛本身的病毒 那这四群里面呢又有些变异 所以呢 如果你一只一只变异算的话 有四十只 四十一种以上的变异 病毒历经变异是否会更具杀伤力 专家认为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证明 不过台大公卫学院副院长认为 不用过度恐慌 其实你记得指挥中心张上纯教授 就曾经做过这个 他的系列分析 知道这个病毒会有这个变异性 其实病毒产生变异性的可能性本来就很高 所以你记得流感 一个人可以同时感染A株跟B株 所以这个在病毒的变异性上面 是有可能存在的 可是在目前新冠病毒来讲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病毒的传播力来讲 影响不是会那么大 一定会有一些变异 因为在不同的 不同的他的这个宿主的感受性 以及他的免疫情况之下 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 对于遗传者的演化是蛮正常的 无论病毒如何再进化 民众请先从自身做起 请洗手注意卫生与人保持安全距离 别让病毒有机会接近您 社交距离的这个规范 法治法或是一些自愿性的做法 在大部分的国家都开始在采用 特别是我们发现这个德国 法国新加坡还有这个香港呢 都有很清楚的规范 来规范说在十个人以上的聚集 大部分都是不被允许的啦 所以国家要对于这个群聚的这个定义呢 要从之前的事外五百人 事内一百人要开始思考要下修 专家建议在药物疫苗尚未问世前 政府应提前部署 透过扩大民众社交距离方式控制疫情 毕竟防疫是每一个人的事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